你有多久没读书了呢? 比尔盖茨一年读完五十本的效率阅读四章 带你找回看书乐趣 一,阅读时,在书中每一页的边缘做笔记 二,读书不能只读一半 精华往往在后头 三,每天强制自己最少空出一小时阅读 阅读是一件需要花很多时间专注与思考的事 所以每天最少空出一个小时 让自己能够认真地阅读 四,不管电子还是纸本 找最适合自己来阅读 也可以选择用听的方式来享受一本书